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提醒大家明天持續是比較寒冷的天氣 要記得適時的添加一物 不要著量感冒了 那麼明天開始水氣量也會稍微增加一些 降雨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那麼目前我們台灣天氣算是有點不太穩定 主要在中部以北 東北部跟東半部 雲量都比較偏多 主要是因為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條雲帶就在這附近 那麼這主要是因為北方有冷空氣南下 再加上在中南半島這附近有一些暖室空氣 隨著氣流北上 所以這邊有一些暖室空氣的補充 加上北方的冷空氣在這附近 所以就形成一個冷暖空氣的交界面 那麼還好目前這個南北的溫差不算是很大 所以整個對勒雲系發展的並不是很旺盛 但是就是有一些淺薄的雲系 所以這些淺薄雲系像今天也造成我們中部的山區 還有東半部有一些零星短暫正雨發生的情況 那麼預估明天整個冷空氣還會再增強 所以整個雲系被往南邊壓 所以中部以北 東北部跟東半部 要特別注意 還是都有一些短暫正雨發生的機會 那麼預估禮拜五到禮拜天 隨著雲系比較往南壓的時候 這整個雲系會稍微緩了一些 但是我們東半部就要注意 因為是在雲封面 所以東半部的降雨機率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增加 那我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就是在下個禮拜一的白天開始 可能會有一波封面雲系南下 那麼這一波的水性量就會比較多一點了 我們來看一下在外幾天降雨的區域 明天主要是在中部以北跟東半部 都有一些短暫正雨發生的機會 那麼禮拜五到禮拜天的話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東半部 尤其可以看到禮拜天的時候 東半部的水性量是比較多的 另外來看一下在風的部分 明天東北季風持續很強 禮拜五到禮拜天的時候 東北季風會稍微減弱 所以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了 中國東南沿海的霧霾天氣在明天的晚上開始 所以是東北風減弱的時候 又會稍微減緩一些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一下在溫度的部分 可以看到零度線的話 目前是大約在中國的長江流域這附近 那麼10度的話是來到中國的東南沿海 預估明天持續是受到冷空氣的影響 但是禮拜五開始北方冷空氣就會稍微減弱 同時南方一些暖室空氣就會北上了 所以預估禮拜五開始會比較明顯的溫度的回升 來看一下外景天北部的天氣跟溫度 那麼預估到下個禮拜一之前 其實降雨機率都是有點偏高 結果禮拜五到禮拜天的時候 就是早上跟晚上降雨機率會比較高 白天的話基本上降雨機率會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就是低溫了 明天清晨低溫北部還是只有14度而已 那麼中午高溫大約21度 那麼預估禮拜五開始溫度會比較明顯的回升 到下個禮拜一溫度大約是17到23度左右 在南部方面的話天氣就比較穩定 大致上都還是可以看到陽光 那麼溫度的話也是從明天開始會逐漸的回升 那麼預估明天大約是17到24度 禮拜五到禮拜一的話大約是18到25度 那麼最後給大家幾點叮嚀跟建議 提醒大家明天水氣會變多 有一些短暫正雨發生的機會 另外持續溫度是比較低的要適時的添加15 禮拜五的時候溫度會稍微的回升 但是東半部要特別注意到水氣量比較多 會有一些短暫正雨發生的情況 那麼預估下個禮拜一開始 又有一波封面會報導 所以溫度呢可能也會隨著封面通過之後 會有比較明顯往下降的情況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